你别想我手机 你挨打 再打回去吧 想什么情况啊 今天男星直播与女粉丝被家暴 他这样做被赞爆 我这两天一直在看你的那个原因和 和那个超越班 然后我想问你一下 能不能送我一张杨幂的签名照 能不能送我一张杨幂的签名照 我的节目然后想要别人的签名 大陆知名主持人张大大 时常开直播跟粉丝互动 日前跟一名女粉丝连线 对方向他大吐婚姻的苦水 没想到讲到一半 手机突然被人抢走 还传来一名男子的怒骂声 你别想我手机 你别挨打 再打回去吧 想什么情况啊 直播到一半竟变成家暴现场 让线上四万名网友都被吓坏 纷纷留言姐姐快跑 那难得肯定以前就打过姐姐吧 报警报警 快连一下看什么情况啊 你先打电话给人家 你们用你们的号打一个给别人啊 好的好的好的 刚刚我们在连麦 我还没有说话 然后我就听到他旁边有人 然后抢了他的手机 然后电话就挂了就断了 我们能不能再连回去 我们尝试再连一下 刚刚那位女生好不好 我们再尝试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应该要 报 要看他IP 我们再打一次看一下 好不好 我们打回去看一下 我们确认一下他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前面正在连 然后他说他的老公好像比比比较贴心 然后也跟他有一些就是这个 那这样要不要 我下播吧我别播了 没有我下播吧 我下播吧 我下播吧 我下播就联系一下就是 别播了 喂老师 我没事了 我看到直播间我没事的 你没事吧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我没事我没事 张大大除了确定对方是否安全呢 也在三提醒要保护自身安全 有事就要马上报警 最后还留下女生的电话 张益的行为呢 被网友大赞很贴心很暖心 而他本人呢也在微博发文回应 这就是我想做的事 也是我应该做的事 并强调还有拒绝任何刑事的暴力 任何 啊不过是说张大大直播间的抓麻场面呢 还不止这一出 你要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公开 跟你的男朋友的恋情 呃我很想 但是他一直不让我这样做 我们想问一下说 他是我们行业里的人吗 是 而且他还上过你们的节目 但是我不知道他跟你关系好不好 他是 呃 那个某痘对不对 呃对 唱跳类的节目吗 是的 是的 那他对你好吗 有的时候会很好 平常我们出去啊什么 他从来不付钱 就是一直在花我的钱 他还和别的女生 经常就是拍戏啊什么的 会让我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我现在其实唯一的困惑就是 我不知道我应该分手 就是毕竟已经在一起两年了 他是红的吗 我在上面说啊 我应该是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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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红的